財團法人柏佑社會福利基金會數學教學影片 好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題目 已知呢 甲乙兩個人 他們的平均體重65公斤 而且甲乙丙三個人 他們的平均體重60公斤 那請問 題目問 丙的體重幾公斤 好來 那我們現在呢 就試著來解解看這個題目 題目 他最後要問什麼 丙的體重幾公斤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題目的敘述給我們什麼樣的條件喔 來 甲乙兩個人的平均體重65公斤 誒 知道甲乙兩個人的平均體重 那能不能知道甲乙兩個人體重的何 可以嗎 兩個人是2乘以65 對不對 那 題目又給我 甲乙丙三個人 他們的平均體重60公斤 那一樣 知道甲乙丙三個人的平均體重 能不能知道甲乙丙三個人他們重量體重的何 可以 對不對 三個人 就3乘上60 對不對 誒 甲乙丙三個人的體重何知道了 如果扣掉了甲跟乙兩個人的體重何 那剩下誰 很好 剩下是不是就是丙的體重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寫一下喔 丙的體重 是不是就等於 甲乙丙 丙 三人 的體重何 去扣掉 甲乙丙 兩個人 的 體重何 對不對 好 知道這個之後 我們就根據題目 的條件 算一下 甲乙丙三個人的體重何是多少 甲乙兩個人的體重何是多少 相減就得到丙的體重了 好 來來看一下 甲乙丙三個人的體重何 剛剛說過 從這裡 好 平均體重 三個人 就乘以3 好 所以 甲乙丙 三個人的體重何 3乘以60公斤 去扣掉 甲乙兩個人的體重何 就是甲乙兩個人平均體重 兩個人就乘以2嘛 所以是2乘上65公斤 所以 3 6 18 減掉130 所以 丙呢 幾公斤 是50公斤 這麼重 對不對 所以最後我們寫上答案 丙多重呢 50公斤 好 來各位同學 剛剛呢 我們是用甲乙丙三個人的體重何 去扣掉甲乙兩個人的體重何 就得到丙的體重 對不對 那今天如果各位同學現在學校正在上一元一次 那如果你們學校老師 限制你們 這個題目只能用一元一次來解題的話 那我們怎麼辦呢 來我們也試試看一元一次的解法好不好 來最後問 丙的體重 那不知道嘛 所以我就假設 丙 他的體重 喂 多少 公斤呢 不知道嘛 當然 我們就用位置數 用符號X表示 好不好 好啦 那接著呢 我們就 看一下題目的 條件喔 加一兩個人的平均體重65公斤 欸 那這句話告訴我什麼 欸很好 兩個人嘛 平均65公斤 那兩個人體重何呢 甲加以體重 合 2乘上65 130公斤 對不對 我們寫一下喔 來 第一個 甲 以 兩個人 的 體重何 是不是 2乘上 2個人的 平均65公斤 得出來是130公斤 對不對 欸 那這時候 然後 加以 餅 3個人 的體重何呢 是不是就等於 加以 2個人的體重何 130 再加上 假設 餅的體重 是公斤 對不對 所以 是不是 這麼多公斤 對不對 好來 那接著再 再來看看 題目又給我說 甲以 餅 三個人 平均體重60公斤 欸 同學 三個人的平均體重 怎麼算出來的 欸 很好 是不是 甲以餅三個人的體重何 在這裡 然後 三個人嘛 是除以3 是不是就得到 平均體重60公斤 對不對 所以 第二個部分呢 這個 甲以餅 三人 的 平均體重 怎麼來的呢 是不是 甲以 甲以餅 三人 他的 體重何 那三個人嘛 除以幾 大人除以3 對不對 好來 那根據這個 我們把 知道的東西填上去 甲以餅三個人的平均體重 題目給的 幾公斤 60公斤 那等於 三分之 好 甲以餅三個人的體重何 在這 甲以餅三個人的體重何 130加X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根據題目的敘述 以及我們的假設 列出了這一個 一元一字方程式 那接著呢 我們把這個 方程式的 X 位置數 X解出來 是不是就是我們求的 丙的體重了 對不對 好來 那這裡呢 三層過來 180 是不是130 加上X 所以最後 X呢 這一個 就等於50 50 就是丙的體重了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用一元一次 方程式的方式 算出來 丙的體重 跟剛剛 直接 齁 用甲以餅三個人的體重何 扣掉甲以兩個人的體重何 算出來的都是一樣 齁 所以丙的體重 50公斤 柏佑基金會 謝謝您的觀賞 有 有 感谢观看